各位,港股反彈近200點,大積月期指美市升幅收窄,收市較現貨低稅過百點 美國聯儲局副主席耶倫的言論顯示美國不急於退市 恆指高開209點,之後升幅曾經收窄至到六十多點,收報22,649點升185點,成交減少至到542億 市場仍然比較審慎,當然如果美國退市沒有預期這麼早的話,港股有機會再早一點 暫時圍繞在22,500點到23,000點這些稅位上落 騰訊重賞410元是升幅最大藍籌,核心盈利增加的話創升4% 外高貴積理想,股價抽升近三成,其他醫藥股也有追捧,復升醫藥升近半成 市傳中央將會規定各個地區的太陽能發電規模,保利協音升百分之三 工信部出手解決造船業的產能過剩,廣船急升一成二 華營創業第三季的順利倒退,不過撇除非經常性因素,基礎盈利顯著改善 華創上季順利倒退一成九,賺9.2億,營業額405億,增長一成八 如果剔除重鼓及出售非核心業務收益,第三季在啤酒業務的大動之下,基礎盈利增長三成六 不過,零售業務日利大幅倒退近八成三,食品業務同樣錄得倒退,啤酒業務賺接近7.5億,增加近四成九 主要受為天氣炎熱,啤酒銷量增加 華創指已完成收購金威啤酒,又再提高在廣東競爭力,未來會繼續尋求投資機會 截至9月底,在中國一共經營超過4500間零售店當中八成三是直接經營 頭九個月的銅店銷售按年增長5.9% 華創指將會繼續執行擴張計劃,加快拓展三四線城市 但各地上條最低工資對經營利潤構成壓力 無線電視范巧宇報導 新地表示認同政府增加土地供應的方向,又會繼續將投資重點放在香港 並希望能夠參與內地自貿區的發展 行政長官梁振英正就新一份施政報告諮詢各界意見 上月帶頭回贈印花稅賣貨美的新地 沒有再評論政府是否應該調整辣椒 只是說認同政府增加土地供應的方向 又說發展相近日積極投地,反映仍然看好後市 香港仍然是集團的發展重點 其實我們重點還是放回香港 所以每一次投地我們都積極參與香港 國內對我們總投資來說 現在都是20%左右 香港來說我們繼續看好 所以每次都重要地我們都有落標 新地說財政年度的下半年每個月都會推新盤 住宅項目集中在屯門、元朗和粉嶺 相信中小營住宅的銷程中會較為暢旺 也都計劃開售官堂和王竹坑的寫字樓項目 內地發展方面,管理層說 內地經濟政策對香港影響大 新地和商界也都要研究 如何和自由貿易區合作 中國的經濟、中國的路線 對我們的投資的方向影響很大 今天看到的三中團會所得草的信息 香港是有很多機會給我們 尤其是說什麼自貿區 我們商界整體來說 我們是要研究如何和自貿區合作 集團說會繼續在內地投地 但短期會議隨家會為發展重點 無線電視 盧正文報導 活躍港股收市價 騰訊升18.2元 中移動升5.5元 建行升4仙 公行升3仙 中行升2仙 匯豐控股升3仙 安450中國和南方A50升5仙 違高股份升2.06元 油溫保險升2.5元 期止夜市11月合約升6點 總成交超過900仗 歐洲股市上升 美元匯價日元99.92 英鎊1.6007 歐元0.9291 歐元1.3425 財經消息看到這裡 多謝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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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小看